內地近年金融科技十分普及 手機支付、妄想理財等等非常流行 如果沒有帶手機出外的話 可能更慘過忘記帶錢包 帶了一個手機之後我身上就不用帶錢 你就拿一個手機直接掃一下 錢就付出去來了 24歲的小葉平日買東西吃東西 幾乎不用打開錢包 一部手機就搞定 所以平日只是帶幾十元在身 但是現在基本上身上不會超過一百塊錢 萬一哪個地方沒有網了 或者說珍貿用不了 那我可能就幾十塊錢可以印下去 這個支付系統 現時在內地有超過四億個用戶 是全國最大 如果說我覺得珍貿被盜的話 那我還不如去買一個材料 買材料中獎的幾率 應該比珍貿被盜的幾率還要大一點吧 這間總部在杭州的金融科技公司 除了剛才那套支付系統之外 熟下的平台還有很多金融科技相關的業務 主要合戶對象是個人和小企業 為什麼名字叫螞蟻 對吧 當然除了這個螞蟻 它是非常堅韌的這種性格 爆發出驚人的力量以外 也是體現出我們的出發點 我們的目的就是在於小微企業和小微用戶本身 我們把很多複雜的金融需求 變成一種簡便的服務 原本這一類金融科技平台 是用來支付網上救物的金額 後來擴展到可以在實體店 好像餐廳、便利店等給錢 買東西剩下的錢可以通過平台儲錢收息 或者買基金投資 還有一些平台如果有一些較大額的消費 例如去旅行、交學費等 平台又可以幫你做分期 如果做生意需要現金周轉 又可以在平台找到P2P借貸 透過平台做的每一次交易 每一個茶廂都提供數據 給他們分析和評估 然後可以向你推銷合適的產品和服務 客戶又再用支付系統給錢 循環不適 一個完整的理財生態圈就是這樣形成 像我可能有好幾張信用卡 等到每個月出帳單要還款的時候 以前可能是需要跑幾家銀行 現在就是把這個錢可以轉到支付寶裡面 然後等到那個 而且它也會有利息產生的買 暫時沒有工作的黃劍 平日大部分時間都是用來照顧一歲幾的兒子 不方便周圍去 水費、電費、還卡數等等 都在網上辦妥 每個月也有五分之一的資金 會留在支付平台上做儲蓄 年發收益率就是類似我們說的利息 有2.7厘,高過銀行 而且可以隨時提取 另外黃劍還有買理財產品 探他涉及的金額較少 銀行的理財產品可能就是門檻會稍微高一點 需要五萬以上起步吧 但是互聯網的這種理財產品呢 門檻會相對低一點 有些是一百就可以購買 有些是一千 就是適合於更多的這些年紀比較輕的這些 就是還沒有達到一定的基礎 內地互聯網金融平台 連保險都有涵蓋 好像黃劍一樣就曾經試過撞人車尾 由於情況輕微 雙方確定責任之後 就立刻利用互聯網報保險 就普通的追尾這些 拍照取證、責任認定 然後你確認這個事故的地點是在哪裡 它會審核你拍照的一個角度是否正確 它審核完之後會給兩位司機 各自發短消息 就是確認這個事故已經上報到那邊了 相當於說交警這邊已經有了你的那個 事故的一個照片了 主要是做另外一個公司的投資 這個位於深圳的風險控制中心 是屬於一間北京P2P貸款公司 成立了十年 算是內地較早一批發展移動金融的公司 這個風控中心 主要是用來核實貸款人填補的資料 他們業務以消費信貸為主 貸款上限只是幾萬元 我們是裝作於這個消費金融 我們基本上很少做企業方面的一個貸款 我們希望滿足個人的一個消費需求 因為第一個呢 個人的消費需求呢 它比較分散、風險比較小 第二個呢 我們覺得在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 未來這個消費這塊呢 應該是一個大的一個 前景大的一個前景還是比較好 平台目前大約有二千萬名客戶 有七成都是八九十後 針對這一群年輕客戶 日常生活消費 例如旅行、買車、租屋等等 開發一些傳統銀行會做的金融產品 舉例在內地大城市租樓 若能夠一次過給到六個月甚至一年的租金 房東可以收便宜些 這個貸款網就可以借這筆錢給你 然後給你月供還款 減輕租客特別是年輕人的負擔 那我們在中間做的一個作用 比如給房東 給比如說六個月、八個月、九個月 甚至十二個月的一個房租一次性付金 那房東呢 因為他最開始 他已經一次性拿到這麼多的現金 從他的角度來講 這價值也比較大 所以呢 他可能 他一般會給我們一些折扣 那 在這種情況下 租客呢 他只需要壓一個月 付一個月 而且享受到 這個原價的一個 一個房租 林彥君指 年輕人的錢不多 但同樣有理財需要 而內地銀行 由於成本關係 往往忽略這個市場 你借一個企業 一個億 那這企業可能經營不好 現在經濟這麼差 很可能就截破產 還不起了 一個人的話 他可能借個幾萬塊錢 他 只要他情情分分慢慢做 他還是能夠還得起 所以更關鍵的是 要防欺詐 要防止他 是不是從Day1的時候 他是在騙你的錢 所以做這方面 就是要從社交 從他的一些網絡的一些 銀記 從他的一些消費習慣 我們跟很多的中心公司 都有這樣的一些 數據互相 林彥均說 公司旗下針對年輕投資者的這個平台 由前年9月上線至今 累積過8億的交易 而收益率就由6里至10幾里不等 其實很多這些互聯網 金融平台的產品回報 比放錢在銀行 或者經銀行理財高得多 隨著越來越多資金流入這個範疇 投資風險更加惹人關注 投資肯定都是有風險 我不可能告訴你說 這產品就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足夠多的信息透明 跟信息公開 所以比如說你在交財保上 要去買一款產品的時候 它一定會清楚地跟你表明 這個產品 它是由哪個銀行提供的信息 這個銀行為這件事情負什麼樣的責任 相比內地 互聯網金融滲入生活不同層面 香港的發展無疑是慢得多 最近政府才公佈 金融科技督道小組的發展建議 有互聯網金融公司的負責人說 當全球都說著 利用科技令傳統金融服務變得更加快 及方便 香港要保住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定要急起直追 香港最重要最靠的最多的是金融 那香港是怎麼樣去因應這個變革 因為這已經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大陸它需要 它一個很 像一個很獨特的一個位置 就是連接大陸 跟世界的一個資本的一個橋樑 那現在這個橋樑的這個 作用越來越弱化 那這種情況下你怎麼樣能夠 本身能有更多的一些創新